第163集 北朝北州 孝敏帝宇文爵 北州孝敏帝档案 生族年 公元542至公元557年 父母父亲是宇文太 母亲原氏 后妃 元皇后 陆夫人等 年号 吴 在位时间 公元557年正月至八月 世号孝敏帝 妙号 吴 灵寝静灵 性格刚毅 果决坚韧 宇文爵自陀罗尼 宇文太的第三个儿子 生于公元52年 公元550年 年仅9岁的宇文爵被西魏文帝元宝具 封为略阳郡公 公元556年3月 15岁的宇文爵被宇文太立为安定公世子 4月 宇文爵又被西魏工地拓跋阔封为大将军 这一年的10月 宇文太去世 宇文爵在宇文户的扶持下 承袭太师 大总载等职 12月 西魏工地拓跋阔 在宇文户的逼迫下 善未给了宇文爵 第二年正月 宇文爵在长安正式即位称天王 国号周 史称北周 宇文爵称帝时才16岁 军政大权实际上都掌握在大司马宇文户的手中 宇文太临死之前 宇文户一命宇文户掌管国家大权 让宇文户的野心一下子膨胀到了极点 扶宇文爵上台后 他更加专横伐户 这就引起了曾经与宇文太同朝的元老大臣赵贵 孤独信等的不满 赵贵密谋刺杀宇文户 照孤独信商议 但孤独信阻止了 后来 此事被人告发 宇文户大怒 立即杀了赵贵 免了孤独信的官职 不久又赐死了孤独信 宇文爵对宇文户的专权也十分不满 他想自己亲自执政 在他身边的一些臣子如司会礼职 君司马孙衡和公伯以福凤 贺提拔等人 也对宇文户十分不满 他们看出了皇帝的心思 于是密谋策划 召集了一批武士在皇家花园练习 准备除掉宇文户 宇文爵虽然心中十分赞成 但是不敢贸然行动 这些人想联络公伯张光乐入伙 增强实力 不想 张光乐却偷偷地向宇文户告了密 宇文户知道此事后 并没有大开杀戒 只是把为首的李直 马孙衡便到地方去做官 一扶凤没有被贬到外地 仍然留在皇帝身边 他不甘心失败 于是又进行谋划 准备在宇文爵 设宴招待群臣时 谋杀宇文户 不料 这次行动又被张光乐够发 这次宇文户下了狠手 立即召集心腹 驻国贺兰祥 领军 御池刚 商讨对策 他让御池刚通知 以夫凤 进攻商议国事 等他们一到 便全部抓捕 之后 将他们全部杀死 接着 宇文户又下令撤销攻速位 宇文爵 见形势危急 命宫女太监们 拿起武器自卫 宇文户派贺兰祥 逼宇文爵退位 封他为略阳公 改立宇文太庶长子宇文玉为帝 一个月后 宇文爵被宇文户派人暗杀 年仅16岁 公元572年 北周五帝宇文雍 诛杀宇文户 下令为宇文爵上士号 于是 派遣蜀国公 御池炯 在南郊上 视其为孝敏帝 称其陵墓 互为精灵 封面 二十文字盖 让我们正确立 復古